为什么你炖的牛肉总是又老又馋 还咬不动 今天教你几个技巧 保证炖出来的牛肉软了又入味 首先把牛肉切成大块 放清水里浸泡半个小时泡出血水 泡过之后牛肉也会变得更软 然后把牛肉切成大一点的小块 接着把牛肉冷水下锅 放入葱姜 再加点料酒去腥 把煮出的浮沫撇出去 焯水之后捞出冲洗干净 然后把牛肉放入砂锅 放入葱姜和干辣椒 好吃的关键是加入这个黄焖酱汁 盐和酱油都不用放了 再加入半碗啤酒 啤酒不仅能去腥增香 而且啤酒中的煤能分解牛肉中的蛋白质 这样炖出来的牛肉会更加的鲜嫩好吃 加入清水冒过牛肉 盖盖小火炖45分钟 时间到了再放入土豆块 接着再炖15分钟 时间到了打开 香喷喷的黄焖牛肉就做好了 真的是太香了 软来入味 开胃又下饭 喜欢就在家试试吧